在經過隧道時 如果不小心被水滴到 會發生怪事 而且沒事 千萬不要拿手電筒亂照 不然會照到髒東西 傳出01事件的大觀山隧道 位在南橫公路最高點的牙口 是台灣目前海拔最高的隧道 第二高是河灣山隧道 謠傳說在走大觀山隧道時 有兩個禁忌要小心 就是被水滴到跟拿手電筒亂照 曾有路過的遊客在走過隧道時被水滴到 當下整個人頭暈目眩的 回去還狂做噩夢 因為隧道裡很暗 曾有人拿著手電筒無聊亂照 結果意外照到 在隧道的天花板上 有七張陰森的臉孔 用凶狠的眼神瞪著他看 嚇得他屁股尿流地衝出隧道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在建造藍橫公路之前 這裡有個古道叫關山越嶺道 是日據時代時 日本人為了便與治理原住民 所建造的步道 但那只是登山用的小路徑 之後也因為崩塌 沒辦法看到完整的原始步道了 不過還保留下來的中之關古道 是個知名爬山地點 後來政府為了方便山路通行 建造新的藍橫公路 從1968年開始建造 在短短四年後的1972年 就完成通車 當初在建造大觀山隧道時 因為這地區的土質脆弱 炸山洞時很容易就貪荒 所以開挖隧道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為了加快公路開通速度 施工單位決定使用快乾水泥 原本是計劃在炸藥炸開山壁瞬間 立刻從上方倒入快乾水泥 然後依靠快乾水泥會迅速凝固的特性 將洞口快速固定下來 但是萬萬沒想到溝通出了包 在隧道另一邊的工人 完全不知道有炸山壁的計畫 炸山壁那天 山壁另一邊的洞穴裡 有一名領務局的工作人員 他有養一隻黃狗 是隻乖巧溫馴的狗 那天不知為何 卻像中血一樣抓狂亂叫 甚至還直接往他小腿咬下去 突然被自己養的狗咬傷 讓領務局的人非常生氣 就在他為了教訓狗而跑出洞口時 七名工人走了進來 一路往常的準備要施工 結果突然一聲巨響 這七名工人就被炸飛到山洞的頂端 當場身亡 而領務局的工作人員 因為追著狗跑逃過了一劫 另一邊的施工單位 完全不知道炸到人 就照原本計劃 立刻開始從上面灌入快乾水泥 那七名工人的身體 就這樣被水泥凝固在隧道天花板 更慘的是 由於破壞水泥 會造成隧道結構出問題 所以那七名工人的身體 就這樣被永遠的留在天花板上了 之後這個地方開始滴水 也是從這之後傳出 如果經過隧道被水滴到 會遇到怪事 關於這個領異傳說 有些人認為是七名工人的怨恨 有些人則認為 那是因為滴下來的水 其實是失水 為何呢 因為這個隧道潮濕 水不停的流 然後那些水 是先穿過工人的身體 然後再流下來的 水道除了被滴到會出事 跟亂照會照到七張人頭外 還有遊客在隧道附近扎影 半夜睡覺時 突然聽到外面 像是有幾百個人 在帳篷外面跑來跑去的 但是出去一看 卻什麼人也沒有 網友分享他以前 參加救國團艱形活動 在經過隧道時發生的怪事 他表示隧道距離很長 而且又沒裝電燈 走在裡面 非常的可怕 為了避免有人走失 他們是一個貼著一個 走過隧道 只是奇怪的是 在進入隧道前 原本搞笑的領隊 表情突然變得很嚴肅 然後交代說 進入隧道 千萬不要拿手電筒亂照 不然 別怪我翻臉 大家聽到 都覺得莫名其妙 有點搞不懂 因為網友跟領隊 相處得不錯 所以就好奇的問領隊 為什麼不能亂照 但是領隊不肯說出原因 不過在網友的狂追問之下 無奈的領隊只好答應 等走出隧道後 再跟他說 後來領隊說的原因 就跟前面說的起源故事一樣 不過領隊 另外說了一些 令人毛骨爽難的詭異事件 領隊說 在前一年 有個團員 在經過隧道後 人就突然消失不見 發現人不見 大家就很緊張的 趕緊回去隧道裡尋找 沒想到 找到時 那個團員 全身發抖 臉色蒼白地 縮著身體 蹲在牆壁邊 之後 他們趕緊在路上 燃便車 先將他 送到山莊休息 山莊的莊主 一看到團員 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立刻找人 將團員 送下山 去收緊 莊主表示 他 應該是看到 隧道 隧道裡的 那幾張臉了 除了這個以外 領隊還說 在網友的前面幾梯 還發生了 更離奇的事 有名團員 走出隧道後 發現 背包不見了 一開始 大家想說 應該 只是掉在隧道裡吧 於是 他們一群人 就走回隧道裡找 但是 一直都找不到 直到後來 有個團員 拿著手電筒亂造 才發現 背包 竟然是連在 隧道天花板 詭異的是 這個隧道 有三公尺高 大家應該都聽過 玉山的 王一小飛俠吧 有名網友 在大觀山隧道附近 也遇到 小飛俠 大概 在二十幾年前 這名網友 跟著學校 登山色爬山 當時 身上背著 二十幾公斤重的背包 爬到後來 他累得整個人 意識模糊 只知道 一直跟著 前面的人走 他記得 走到中間時 有段路的草叢 比人還高 帶頭的領隊學長 就拿著開三刀 沿途開路 但開的路 很小條 只夠一個人通行 視線 也只能看到 前面一個人 在網友 累到 快追不上 前面隊友時 一個轉彎後 前面那個隊友 突然 身穿黃色雨衣 網友 覺得奇怪 當時天氣很熱 又是大太陽的 難道 學長不熱嗎 但網友 累到快續拖 也沒力氣問 怕脫隊 就繼續跟著學長走 後來 網友學長 越走越快 讓他有點 快追不上 然後 再跟著學長 左轉不到一秒 突然 聽到後面的隊員 大聲喊叫說 誒 你走去那邊幹嘛 被隊友 叫醒的網友 回過神後一看 才發現 他 再往前 踏一步 就是斷崖了 2009年的 莫拉克颱風 造成男人公路 多出貪方 所以這裡 被封閉起來 到目前 已經有12年了 這也是莫拉克颱風後 唯一還沒恢復的公路 關於莫拉克 造成的小林村 滅村事件 有興趣的人 可以點右上角觀看 至於藍痕 何時會全線通車 公路總局 最新的回答是 4月 如果 有走過 藍痕公路的人 一定對 走出大觀山隧道後 所看到的雲海 難以萬懷 期望那天 能如喜而至 接著